看到了这个程序马上就会想到我们可不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形式来创建一个绚丽的时钟的效果呢 那么答案当然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写成了倒计时这个代码应该怎样修改才能变成一个时钟呢 这也是在我们这个课程下面问答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一小节我们就来具体的讲解一下 首先大家可以想象到如果我们创建一个时钟的效果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这个end time了 因为我们不需要一个结束的时间 除此之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修改的焦点呢 应该主要在这个get current show time seconds这个函数中 在倒计时效果这样一个程序里 这个函数负责拿到现在距离要倒计时的时间还剩下多少秒这样一个数字 大家回忆一下我们最终return的这个结果是距离倒计的最终时间有多少秒 那么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个函数里的逻辑改成返回今天已经走过了多少秒 那么这个程序就已经自然而然的变成了一个时钟的程序了 具体怎么修改呢 相信聪明的同学已经想到了 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首先依然要使用new data来创建cut time 之后在这个result的具体计算上 我们就需要使用我们的这个cut time 那么cut time中有一个方法叫做get hour 那么get hours这个方法返回现在的小时数 那么我们只需要使用现在的小时数乘以一个3600 就是这个小时背后代表了多少秒 同理cut time还有一个方法叫做get minutes 那么用get minutes乘以60表示这个时间背后分钟的数字有多少秒 最后再加上cut time的get seconds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 现在ret result这个变量中存的就是cut time这个时间中 今天一共走过了多少秒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当然了一旦我们这么写result就再也不会小于0了 所以我们的返回也变得简单了 只需要把这个result给返回回去就好了 经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改写 我们现在这个程序已经变成了一个绚丽的时钟效果了 那么大家可以具体的运行这个程序看一下 怎么样 秒针在一点一点的网上加 那么我录制这个课程呢 是在凌晨的1点45 大家可以跟我的系统时间的对照一下是不是非常的酷 当然了现在大家已经学会了如何把这个程序改写成一个绚丽的时钟效果 大家也可以想能不能把这个程序修改成其他样子的内容 同时大家也可以思考这样一个时钟 有没有可能加上年月日这样的一个表达 当然了现在也录制了另外一门课程叫做converse绘图详解 在这个课程里详细介绍了converse的更多的方法 大家可以通过学会更多的绘图技巧 制作动画的技巧 进而回过头来改进这个程序 来制作出属于自己的更加绚丽的效果 大家加油 我们下来制作出属于自己的更加绚丽的效果